布法集团将洋房充当仓库存放走私香烟 吉兰丹警方接获情报之后上门取缔 起获2474箱 市值27万7千令吉的漏水香烟 警方也在突击行动当中 逮捕一名年龄大约30岁的马来男子协助调查 警方是在星期天晚上展开突击行动 在其中一间房子找到各类牌子的私烟 这些走私香烟相信是从水路运入我国 供应给本地市场 另外经过警方的盘问 嫌犯招供自今年3月开始涉及走私香烟活动 警方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第135-1之低条文调查此案 被捕的男子被延长扣留4天直到6月16号 给本地市场下方计算公开 244-1 马萦 6月份 自今年的设计再说 两个民族的宣伤 保留地下方讯 116-4月23号